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四家平摊爸的丧赃费 那爸的丧赃费就应该从爸的积蓄里边出 那爸曾经跟我说过 他说他留意的钱就是日后买棺材板的钱 那这意思也就是说办理后事的钱 现在放着县城的钱不用 让四家孩子掏腰包 有这个必要吗 我怎么卖这个必要 爸的钱是爸的钱 那是爸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来的 现在爸不在了 就应该是咱们拿出钱进孝心的时候 四家一块拿 让爸风风光光的下葬 也进了咱们的孝心 我就不明白了 怎么了你就不同意了 别乱扣帽子 不出钱就是不孝 是吧 行行行行 你们要不愿意出 我们一家出 我们一家送爸走完的最后一段 不就是钱吗 怎么了我就那 什么意思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你对孝顺是吧 歇会吧 我觉得三国说的有道理 咱爸的钱就是咱爸的钱 以后怎么分配 那以后再说 我同意 三国说的 我没意见 鸟子我怎么说 那出呗 什么呀 反正是四家平摊呗 脱了骨子放屁 这时候说话说的注意点 姐 那咱们谈一下 爸的奖礼规格吧 我打听过了 告别大厅呢 分那大厅和小厅 大厅容大的人会多一些 不过费用会高一点 还有 那骨灰盒啊 也是分等级的 普通木制的呢 是两三千 好一点的就是五六千 还有一种就是玉雕的 玉雕的得一万块 再好一点的 就得好几万呢 我觉得啊 要用大厅 爸原来是副厂长级别的 人缘又好 到时候来的人肯定多 用大厅 有这个必要吗 爸下来这么多年了 这现在又是大过节的 有那么多人去吗 我觉得那个骨灰盒 也没必要那么贵 这不就是个意思吗 几万的 没必要吧 我也是把情况 跟大家说一下 具体怎么样的 还是大家来定 就用大厅了 骨灰盒也要用最好的 爸这一辈子不容易 淋了了 淋了了 也得让他舒服点 对不对 三儿 没有人让他爸不舒服 关键是 咱妈妈现在看不见了 我不是 活着不笑死了 瞎扯扫 装什么二十四笑死 你说谁呢你 说你呢咱们 行了 行了 要不就大厅吧 万一要来的人多呢 小厅还显着咱们家 太小家子气了 再说也不差那么多钱 骨灰盒 要不就五六千的 小曼的倒是 没必要 姐 我不同意 几千块钱的骨灰盒 能拿得出手吗 人外人看了心里怎么想 反正我是觉得不好意思 怎么就不好意思了 我跟你说 咱先不说这个 咱说大厅 我都不同意 万一弄那么大钱房子 没那么多人去 那多冷清啊 那个大狗 我倒是觉得吧 这小厅可能是不大合适啊 怎么呢 你看预定的人多 人去了以后呢 一个一个就在外边等着 关键是咱们自家人 无所谓 这个爸单位的领导要去啊 至于那骨灰盒呢 我倒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那个咱妈去世的时候 不就是一个木制呢 姐夫 妈去世的时候 咱们家不是没这条件吗 你要不是我还忘 就趁着这次这个事啊 我打算把妈的骨灰盒 换一个更好一点的 又大孝子啊 你真是个大孝子 全世界也找不出 你这么孝顺的儿子来 我问你 妈走了这么多年了 我没见你偷摸摸的 把妈的骨灰盒给换呀 换一跪的呀 你现在提这话什么意思啊你 我还告诉你 我就是个孝子 我比那些眼里看谁没谁 六亲不认的人强多了我 完没完呢 你们没完没了 你们俩出去 讨厌不讨厌呢 咱们这么着的 咱们 徐手表决 这么着公平 成吧 谢谢啊 车了 太晚了 你那脖子是什么呀 怎么了 这怎么回事啊你 现在的年轻人啊 够奔放的 小肚子在这儿 臭女儿 臭女儿 大伙 干嘛呀 你爷爷张主 你给我整这光景 把你爸的脸圈丢进了 我这别打死你 姐 别拦住 行了行了 大伙 大伙 你坐下 自己没教育好 你管着孩子干什么呀 行 爸 对不起啊 别找我爸 去给你大姑道个歉 大姑 对不起啊 跟爷爷说去 大伙 你让真把女朋友叫来了 没准你爷爷见了还高兴呢 对不起 爷爷 爺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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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没听见 什么 好好好 马上到 马上到 好好 好 我说重要 还把他后事重要了 是 那个 不许也没谈 太重要的事 就家里有什么事 他做主了 主要是我答应人家的 他答应 姐我也对不起 不是 怎么着 姐 就这么就让他走了 那怎么办呢 他答应人家了 他说人在投诉他 那这会开不开了 到底是挣钱重要 还是八个后事重要 三国 二国不说了吗 你们怎么定 他都没意见 怎么这都行 要钱就拿钱 要干什么 就干什么 这不就行了吗 行 行 我不说了 我什么都不说了 对了 艾萍 咱爸那存折什么的 都在你那吧 对了 不一直让我保管 这吗 不是 你在爸房间 找的就是这个吧 哥 你别把人想得那么坏 那你算了没有 爸那个到底有多少钱呢 姐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那个 我就问你们 我问 我问吧 这个 艾萍 他就是问问 其实 其实你说着也没事 反正是爸留给大伙的钱嘛 大伙心里也好 二十万 不能这么少吧 咱爸当了半辈子副厂长 妈也不是没有退休金 这么多年了 不会就二十万吧 我没算错 昨天他跟爸说这事来的 您儿不信 改天给你看账本 哎呀 账本这东西吧 他看不看两颗 账本人写的 是啊 二十万 大姑姑姑 大妈老师 爸妈 我回来了 哎呦喂 红头发哎 三公 你女儿比我儿子下不多了 你这是干嘛呢 你的头发怎么回事 在哪弄的 说 那个 我一朋友新开了一个美发店 他们非要给我染 我说不行不行 他们就硬按着给我染了 你们不是说他睡觉呢吗 哎 理发店里睡觉呢呗 行 我今天不把你这头发剪了 我就不是你爸 三公 哎 哎 三公 我又起来 什么时候你开胡子的 哎 有什么事 我去 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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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三公 他这 他他没我 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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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三公 别打了 你让回家说 疯了 别说 滚 杭三公 你说爸要是看到这样 他心里多难受 都是你惯的 你还 滚 滚 别别别 滚 三公 怀 salir 他心里更守时 是 跟他一件两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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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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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